当地时间20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 同德国总理舒尔茨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 两国总理听取了双方 外交 经贸 工业 财金 司法 交通 教育 科技 卫生 环保 发展等 22个部门负责人 关于推动中德在有关领域 合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李强表示 此次磋商高效务实 取得丰硕成果 当前形势下 中德两国应当更加紧密地 携手合作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多贡献 在变局中发挥稳定器作用 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双方要抓住绿色转型机遇 推动合作提制升级 中方倡议 中德成为绿色同行伙伴 要坚持务实开放态度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 舒尔茨表示 政府磋商机制 体现了德中关系的特殊重要性 德方愿同中方 就两国间所有议题 保持密切沟通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债务问题等全球性挑战 德中经贸和双向投资联系紧密 德方无意对华脱钩 愿同中方加强双多边合作 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双方一致认为 中德合作基础扎实 充满活力 双方在更高水平 以更高标准和更高质量深化合作 共同维护全球产工链稳定 符合两国利益 也具有重要世界意义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气候变化 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 举行第三次中德高级别财经对话 以及新一届中德环境论坛 卫生对话 继续深化经贸、投资、汽车制造 高科技、新能源、数字经济 人文等领域合作 磋商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 应对气候变化、创新、先进制造 职业教育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并共同会见记者